就只一年才可以啟動 他們算過了 1月25之後 1月11號這一年又十幾天這樣 所以半個月的時間內 他就準備可以把這案子都成立 然後要罷免韓國瑜市長 我覺得這個問題 這兩天討論也很多 大家意思是說 是不是你要逼他去選總統 把市長罷免掉 然後他會當總統 所以會有兩張選票 跟韓國瑜有關 就總統候選人那一張 還有罷免案的那一張 他們的算計就是說 是這樣子嗎 同時有兩張選票 對 他的算計就是說 希望在1月11號那一天 一方面韓國瑜在選總統對不對 一方面他又發動一個罷免案 在罷免韓國瑜 但是按照現在 要同一天投票 對 按照現在的規定 是不可以在同一天的 所以等於劉世芳已經事先想到說 這樣不能在同一天 就不能羞辱韓國瑜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法令改 所以現在要修法 對 他是在暗示 提醒中選會主委說 你注意 現在的法令是 不可以在同一天 因為他既是候選人 你現在要罷免他 這不可以在同一天 不可以同一天是候選人 又是被罷免 對 所以他現在是想要 把他喬成同一天 他想要在同一天 因為人多罷免案才會過 即使韓國瑜當上總統 我就修理你說 你看你是被我們高雄市市民 罷免掉的一個總統 好複雜的設計 是 所以這個居心頗測 就從現在就很精密的 在演這一齣戲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太壞了 會不會想太多 對 滿腦子就只有政治 韓國瑜說他當市長很清楚 每個禮拜都會有人在開會 就是針對我的狀態 每個禮拜都在開會 我們有一些官員 高雄市政府有一些官員也參加 但是他從來不點貨 你們真的有這種 開會的卡韓小組嗎 我覺得應該有 其實我覺得 剛剛大家講這個民進黨 現在把韓國瑜 一個兩岸小組的會議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當天就好幾個民進黨的議員 提出了很多的 他們所謂的建議或提醒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就先畫一條紅線 意思就是說如果說 韓國瑜市長你到了大陸 越過這個紅線 你就會出問題 你就是違法等等 果然等到韓國瑜市長 其實還沒有回來的時候 國內就已經鬧得紛紛揚揚 就說你要罰你50萬 要什麼樣 關五年等等 所以其實昨天早上 我們在議會看 好像昨天在陸委會在質詢一樣 因為我們昨天高雄市議會 在問的問題 都跟兩岸有關係的 你們以前市議會開會有這樣子嗎 你們以前高雄市議會開會 有這樣子嗎 好像從來沒有講那麼多 兩岸議題好像是 真的當總統在質詢就對了 像是在立法院裡面 在質詢這個問題 你們每個高雄市議員 都覺得你們是立法委員 深等了 我忽然覺得我是立法委員 我坐在下面一天 覺得說怎麼今天 都在問陸委會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最有趣的 倒是那一點 就是每個民進黨的議員 都搶著要求 韓國瑜市長講一句話 我不支持一國兩制 講到最後市長說 那我摸我的心跟你講好不好 這樣你會不會比較相信我 還要再摸一次 所以他一整天摸了幾次心臟 我看他手沒有拿出來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這樣子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面 就是硬是要卡住韓國瑜 硬是要抹紅韓國瑜 我覺得這是非常清楚的一個脈絡 那你把話講回來陳明通 昨天在議會上我也問了 韓國瑜市長 因為韓國瑜市長他自己講出來 他說我們這個大陸行之前 就已經跟中央的相關單位說過了 說我們會去這個單位 會去中聯辦 這他已經事先都已經說過了 那我問了韓國瑜市長說 你到底跟誰講了 他就請了葉副市長也回答 葉光石副市長說 他親口跟陳明通講了 說我們可能要去中聯辦 那陳明通跟葉副市長也回答說 知道了 好的 知道了 那我覺得如果中聯辦 真的不能進去的話 像民進黨現在只全部要圍剿 韓國瑜說你進了中聯辦 就是一國兩制的話 那你陳明通怎麼沒有 在出賣前就告訴葉光石說 你們絕對不能去中聯辦 你們過去馬英九也沒去過 中聯辦是個超級黑機關 你絕對不能去 怎麼都沒有 等到你進去了出來 好像老鼠上鉤 你已經進去了籠子 你還要開始罵嗎 所以我覺得 原則上我覺得說 其實民進黨這一次 對韓國瑜到大陸 我覺得還沒有去之前 最多已經訂好了 所以今天不管你拿多少訂單回來 把你的訂單抹成是MOU 抹成是紅單 那都是小菜 大菜主要是 他告訴全台灣人說 韓國瑜進了一個 不該進去的黑機關 叫做中聯辦 然後面陸陸續續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他其實無奈 他的無奈是說 第一點他從來也沒講過 他支持一國兩制 他的政治立場非常清楚 他是中華民國的擁護者 你不要再講了 他反對一國兩制 要磕在床頭上了 所以我昨天也問他說 你在一起 他1988年他在政大東亞索 他的畢業論文就是 跟一國兩制有關 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一國兩制不可行 這個都是他的結論 那為什麼我搞不清楚 好像說民進黨一定 他應該把他的論文 送給這兩位高雄市議員 我們回去好好讀一下 我還是回去建議他印個30本 每個議員發一本 對 每個議員發一本 然後回去好好念一下 要畫重點 不然太多了 可能找不到在哪裡 其實茶葉的東西 我回過頭來講 其實我相信最開始 民進黨的意思 也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的MOU都是假的 你是MOU 你去大陸千萬也是MOU 你過去一個2萬斤的茶葉 只賣了700斤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的邏輯很清楚 他就是要告訴全台灣人 韓國瑜去大陸 搶的訂單是假的 去承認一國兩制是真的 這我覺得民進黨的邏輯 就這樣子 韓國瑜出來講得很清楚 他說茶農是無辜的 茶農是沒有錯的 他說當時他招待 這些人準備 去喝那個茶的時候 茶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很棒的 但是問題是第一批 交過去之後發現說 茶的品質跟原來不一樣 茶品質不一樣 人家可能就不願意繼續收 所以問題追查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這是要去追查的 但我覺得很奇怪 陳吉仲怎麼會覺得 一副不關自己的事情一樣 他就是配合演出 他就是要把韓國瑜打成 就是說第一個 你簽了MOU都是假的 都是紅單 第二個 韓國瑜都是你的責任 你不該搞這個勾當 所以我覺得今天感覺起來 真的是 已經把韓國瑜 當成總統候選人了 劉勢芳是真的打算要修法 把這個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做一個修正 讓罷免跟這個投票 可以同一天嗎 是真的有這個意圖嗎 我覺得這個質詢 就兩個無聊 真的是無聊 你提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或是說影射說 中學會你注意 可能接下來你要修法 讓罷免韓國瑜 跟1月11號總統選舉 可以綁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無聊 本來是公投綁大選 你花心思在這個上面 你不如好好的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持續去檢討 上次1月2日 選務工作上面造成的混亂 提出具體建設性的建議 給中選會 告訴他們怎麼樣 改善選務的工作 你花心思 小鼻子小眼睛 去糾結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實在是不適當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民進黨從上到下 你說高雄市議員會 一而再再而三質詢 有關台灣主權 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這些問題 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上從蔡英文總統 到行政院長 到陸委會主委 到行政官員 到各級民意代表 立法院 立法委員 到議員 我想從上到下 大家就是猛攻 猛砍 鬥爭 鬥臭韓國瑜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非常多 荒謬的這些說法 從這些議員質詢說 你們 韓國瑜 你到底是不是支持一國兩制 韓國瑜講得很好 我清清楚楚 我摸著心臟 我支持中華民國 這就是我認知的九二共識 議員就說 中聯辦他們的新聞稿 他們的網站上不是這樣說 你到底是站在對岸的立場 在講話 還是你相信台灣民主 所民選出來的一個地方首長 這很清楚 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在為對岸的在講話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 再看到農委會 陳吉仲主委 口口聲聲講得很好聽 說中央政府 對於韓國瑜地方首長 去拚訂單樂觀其成 中央也會樂於協助 而且甚至講出 但是你地方爭取MOU 沒有中央協助檢疫 你這些訂單是不易達成的 也就是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中央的幫忙 沒有我的同意 你擴出得去嗎 這是在威脅農民嗎 我覺得中央農委會主委 講出這樣的話 實在是非常非常不恰當 所以昨天有一個機會 我就問了陳吉仲主委說 你說你願意中央政府 幫助地方協助他們 做相關的檢疫也好 保存也好 運送也好 這些要靠中央政府協助 請問陳吉仲主委 你從韓國瑜出發前 到出發過程 到現在帶了訂單回來 哪一筆訂單 你有主動去協助地方政府 告訴他們 你要注意哪個環節 哪些細節中央政府 可以給予你協助 沒有任何一筆 你講得這麼好聽 沒有給予任何協助就算了 結果你還扯後腿 找出2014年在北農的時候 一而再 再而三 糾結在那些說法文字上面 不是很無聊嗎 我覺得現在整個民進黨政府 講出豬狗禽獸 講出這張政府 沒有我的幫助 你貨不要出去 我覺得為了打韓國瑜 整個民進黨政府瘋狂了